杭州拱树区瓜山北院这里有好几排房屋 都是四层楼房 被一家公司租下来 命名为朗诗玉 刘女士租住在顶楼四楼 现场没有电梯 记得从楼梯爬上去后出了一身汗 但一进刘女士屋里又感觉挺冷 她把空调开到了17度 因为我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入住了 入住的时候当时温度没有达到那么高 而且的话当时中介也没有跟我说这样的一个温度的差异 在今年三四四月份到五月份的时候温度上升之后 那么我在上面是感觉像是一个在蒸笼 就是蒸桑拿 楼上和楼下的温度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刘女士说的楼上其实就是屋顶斜坡形成的一个小阁楼 上面放了一张床 楼下挺凉快甚至有点冷 但记者到阁楼上站了一会儿 感觉又闷又热 估计是因为外面的阳光直晒在屋顶上 从屋顶传来的热量 屋页的一个回复就是说你们可以用那个打风带 那说明屋页也是知道这样的情况一直存在的 对 打风带什么意思 在这 就这样子 每天就是通过这样睡觉 而且 就是挪一个塑料袋 然后把那个冷气往上吹 对因为冷气是下沉的嘛 所以说冷气没有办法往上 阁楼没有空调 只有一层有一台空调 现场有一个长长的塑料袋 两个口子分别连接着空调出风口和阁楼 把冷气往阁楼上引 整个二楼凉不下来的 它只有在那个口的位置才会有凉风的 而且晚上会不会有声音 会很大的声音的 哗啦啦啦啦啦的 而且它空调还滴水 记得注意到 阁楼和空调之间有根比较粗的横凉 也部分阻挡了冷气往阁楼上走 长租公寓服务合同显示 服务方是杭州朗瑞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朗诗玉就是对方的品牌 公寓比较小 阁楼几乎只能放一张床 楼下20平方左右 合同没有写面积 只写了租金每月2015元 服务费每月200元 刘女士的租期从今年2月29号 到明年8月28号 她住的是一个Loft设计 然后Loft的话 因为我们的空调在下面 然后楼下的话 夏天嘛 它的冷气是往下的 那上面的话是热的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我们说说Loft 是有这个问题 我们提供了导风袋 因为我们自己 就是那个塑料的那个 对 我们自己员工的房间 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的 我们员工是一个住楼上 一个住楼下 然后我们也是需要装那个导风袋去导风 工作人员介绍 只有顶楼公寓有这么一个阁楼 可以当成卧室 三楼以下的公寓都只有一个房间 相当于顶楼公寓可使用空间更大 房租也要贵一些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夏天太阳直晒 屋顶传导热量下来 阁楼会比较闷热 而且我发现就是中间还有一个凉啊 很凉 对 确实也会挡一部分 对 而且冷空间都是往下沉的嘛 可能到了冬天就好了啊 冬天的话其实对这个户型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它的热风会往那个上面 所以上面会比下面暖和一些 这个是这个户型特有的一个点 夏天因为太阳晒了 对 工作人员劝刘女士忍一忍 秋天已经到了 气温不会那么高了 到了冬天 这个户型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 但刘女士不愿意 是把押金退掉 然后把我还没有消耗的房费退掉 无责解约 对 不想在这里住了 对 我们按照火候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解约的 您可以换户型 我们可以给您 换户型我不接受 现在就知道 我们可以退这个时候 对 刘女士租的这间公寓 押金是2750元 租金是岳父的 她已经提前支付了下个月的租金和服务费 我可以去跟您说起一下 我看一下 我们说一下这个情况 就是您现在这个特殊情况 然后大概是晚上 可能会给你一个回复 可以吗 可以 如果说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的话 要看我去跟您的怎么说 然后怎么回复 是吧 因为这个问题我也决定不了 而且我们还实际是按照合同来 我这边正常的民主 那您尽量帮她申请一下好了 之后刘女士反馈 公司方面不同意 无责退租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这个视频 那不吝点赞 订阅这个视频